槟城大桥在开斋节期间发生严重堵车事件 而一位重要人物VIP竟然动用开路车队 加剧了交通拥堵的局面 引起公众不满和争议 公正党合作社发展事务行政议员法米·赛诺 昨日在推特上传了一段视频 显示槟城大桥正处于塞车状态 并传出警笛声 视频中 两辆保姆车及一辆休旅车被一支车队领头开路 但目前尚不清楚车队中坐着的重要人物是谁 法米·赛诺对此表示质疑 他询问槟城是否发生了什么重要事件 导致这位VIP需要动用开路车队 每逢家节假日人们忙着庆祝 槟城大桥也有人忙着动用开路车队 他批评在交通拥堵时段 使用开路车队的行为完全不合适 纯属多此一举 对此 许多网民纷纷表达支持法米·赛诺的观点 并批评VIP在交通高峰期 动用开路车队的行为十分不负责任 马来西亚真是神奇的国度 人民已经够塞了 官员为何不能与百姓同甘共苦 下次选举 哪位官员发誓不用公共资源开路 我就投谁 部分网民还要求法米·赛诺公开这位官员的姓名 以揭露证明VIP的身份 巫统班达阿末针对Ian Big尚未对其超市售卖 应有天房祈祷电事件 做出道歉仪式 感到不满 并呼吁执法当局采取严厉行动 冻结涉事超市的营业执照 班达阿末指出 尽管这是一项误解 然而涉及的超市及供应商 却未对此道歉 反而指责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不实信息 他说 这种态度是不负责任的 超市及供应商应该意识到 他们的疏忽引发了社会的敏感情绪 应当道歉并采取纠正措施 他在接受Barry to Harion采访时强调 地方政府和执法当局应该采取果断行动 包括暂时冻结超市及供应商的营业执照 以彻底调查此事 确定是否存在故意行为 并确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他说 既然地方政府及执法当局在处理之前 KK Mart Mars风波能采取果断行动 那么这次没有理由做不到 乌清团长阿克马 揭露秀一清团领袖赫兹里 涉嫌发表 侮辱国家元首的言论后 柔佛州乌统青年团 今日向警方报案 要求彻查此事 柔佛州乌统青年团职委 马德亚希尔 今日带领团员前往斯里阿南警区报案 马德亚希尔在报案时表示 对赫斯里的 涉嫌侮辱国家元首的贴文 感到失望和愤怒 因为这不仅涉及诽谤 还贬低了王氏的尊严 他希望警方能援引刑事法典第499条文 诽谤和1998年通讯极多媒体法令 第233条文 对发表涉嫌侮辱性贴文的网民进行调查 据早前报道 赫斯里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贴文称 在周五祈祷期间 他为国家元首及其家人祈祷时 他放下了手 直至该段祈祷词结束后才重新举手 尽管该贴文后来已被删除 但乌清团长阿克马认为 这种言论已经严重越界 因此要求柔佛乌清团领袖向警方报案 巫统柔州属里主席阿末马斯兰 也敦促执法当局采取行动 对付涉嫌侮辱国家元首的个人 以确保涉案者接受法律制裁 并警示其他人误触及敏感议题 阿末马斯兰指出 柔州乌清团号召全柔26个区团集体报案 是必要的行动 以防止情绪激化破坏社会和谐 之前已经强调 不要再挑起三二议题 因此我们希望警方在接获投报后 立即采取行动对付涉案人士 否则问题可能会失控 另一方面 秀赫兹里已在脸书公开道歉 并强调有关贴文纯属个人观点 他在昨晚11时34分的脸书 贴文中道歉称 贴文只是反映了他个人的看法 完全没有意图侮辱王室机构 只是他个人的观点 无论如何 我再次向大家道歉 而我也不否认 为回教徒同胞祈祷很重要 华裔伊斯兰传教士黄伟雄认为 穆斯林对于阿拉字眼课题的态度 很大程度上受到一些政客 故意炒作的影响 这些政客害怕错过在大选时 取得成绩的机会 黄伟雄在接受《大马前锋报》专访时指出 这些政客可能在大选临近时 希望通过炒作敏感宗教议题 来获取选民的支持和注意 以防止自己被选民遗忘 他强调 阿拉字眼课题应该由有关当局展开调查 而不应该被一些人利用 来炒作和谋取个人或政治利益 黄伟雄表示 宗教议题容易因情绪化而被夸大 导致本来可以解决的小问题变成大问题 他同时批评一些政治人物 在公众面前高喊团结口号 却在背后采取行动破坏社会团结 黄伟雄直言 目前社会表现出来的团结只是人工制造 真正的国民团结尚未出现 谈及KK便利店因售卖印有阿拉字眼袜子 遭到杯葛仪式 黄伟雄呼吁大家理性冷静地看待问题 他认为 穆斯林有权捍卫阿拉字眼的圣洁和崇高地位 但同时也应给予犯错方解释的机会 以促进理解和团结的建设性对话 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行站楼发生枪击案 已过去13小时 警方相信涉案嫌犯目前仍在马来西亚境内 警察总长丹斯里拉查鲁丁表示 警方正在积极追捕枪击案嫌犯哈菲组 他指出 警方相信嫌犯逃跑范围有限 因此正在全力追查嫌犯的行踪 并以指示各州的刑事调查部门展开追踪行动 另一方面 玻利市总警长拿都莫哈莫阿多哈林 接受光芒日报访问时表示 玻利市警方将联合普通行动部队PGA 加强对边境的监控 他透露 警方将增派人手加强玻利市边境的监视 特别是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边境 并将在相关地区设置路障 防止嫌犯趁机逃离 涉案嫌犯哈菲组的妻子法拉杰在事发时小时后 再次在脸书发文 表示他在律师的劝说下 已决定不对此案做任何表态 直至嫌犯落网为止 他强调 由于嫌犯仍未落网 所有案情都以警方的文告为准 法拉杰指出 他已接受律师的劝告 并决定在此期间 不再发布任何与此案有关的声明 stoff顾 TP J він 互 这 怎么 什么 是的 我